国民党现在变得是有点左之右出 进退失去的状况 深陷金华城案收押看守所 柯文哲目前真没保抵无路 跟着一起进退维谷的 还有国民党阵营 原来在法庭上可以变成万用教科书 不专业不知道 就可以变成这个法庭上的经典案例 如果阿伯拿不出汇款揭入4300万 我们强烈怀疑 以珠雅虎去作证 就查这个事 很可能是金华城的资产而后屑 在金华城等五大弊案 市议员钟小平游书会 皆必不遗余力 从头到尾紧咬着柯文哲 从市议会咨询地检署申告 到上片各政论节目批判 权情投入是蓝营打磕的两大汗将 但对比游书会和钟小平 其他蓝营政治人物 火力显得温和许多 北俭无人又爱在党 所以我们希望北俭不要乱传一堆无关的人 北俭不要因为跟特定媒体合作太久 所以就忘了应该要怎么办 我现在能够想到图利罪你会发现 民进党图利都不用搬 但是在野党图利就会办到底 足够的证据办到底是树摊 没有足够的证据 这样办就变成政治清算 司法绝对不可以变成独裁者 虚无的鞭 蓝营大咖用政治语言评论金华成案 朱立伦甚至借机把矛头对准民进党 暗酸赖清德是独裁者 对检调打币的态度模铃两可 民众党自然也乐得从蓝营点名落狼 来替柯批背书 部分篮尾声援柯文哲 国民党中央也定调不落井下石 在科案上言不由衷 和长期监督市政的市议员 游淑慧 钟小平不同调 其实打的算盘不一样 两半还是要合啦 因为不合 对国民党来讲才不过半 对民众党来讲 那八席立委也成不了什么事情 南营中央着眼立愿新会期 必须和民众党八席立委合作 维持强势稳定的多数联盟 因此想尽办法淡化柯文哲设臂的窘境 不支持柯文哲如果为多数 那国民党之后即便有国会的合作 那他们该如何去在政治处理上 好好的跟这个所谓中间选民沟通 还迷信所谓的蓝白河的这些人 毕竟在党内 尤其以朱立伦为主的一个势力 他们未来是否会调整这样的路线 我想明年国民党的党主席改选 会是他们党内路线的一个挑战 蓝白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北市第一线是钟小平游淑慧等人 主导的打磕搜查线 后方是来营中央执意蓝白河的挺白声浪 另一方面牵涉行贿的沈静晶 应小威也都是国民党籍 三线交织成绿营嘲讽的蓝白河 避暗宇宙 国民党在金华城这个案子上面 真的呈现一个整个党 四分五练精神错乱的一个状况 柯文哲是一个大嘴巴的人 他会不会把整个 不管是市府的五大案 或者是政治献金 相关的人等都揪出来 这个是国民党可能有部分人 会因为害怕所谓的司法上面 未来的调查 而去力挺柯文哲 以蓝绿角力为考量 对于国人深恶痛绝的黑白真相 显得暧昧不明 国民党的机关算尽 难保最后不会让自己沾得一身心 当你国民党如果诉诸到最后面 你发现到一件事情 他真的被起诉了 他真的被定罪了 那你这个时候所谓的司法正义 人家只会给你问一个问题 所以你是支持贪污犯吗 打磕挺磕 对于现阶段的蓝营 似乎怎么做都有风险 立远新会期登场 蓝营批科挺科的力道 牵涉政治板块如何运作 不在场的柯文哲 成了名副其实的总家理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